- 喵火龍的特性 嘿大家好,我是星大塔,嘿大家好,我熊好 那帶來是我最喜歡的寶可夢 沒有之餘就是喊火龍 那這一場我並不是打野走線 可以看到我選擇帶上的是啞鈴 所以這一場我是要讓我的喊火龍傷害最大化 那我們簡單的快速說一下喊火龍的特性 我們要注意的是五點 第一個你的生命值低於一半的時候 你的暴擊率會提高20% 這個是從小火龍就開始有的被動 然後我們久等的時候暴擊率就會來到30% 加上自己的血量低於一半的時候的被動 就會有50%以上的暴擊率 因為你還有帶焦點鏡 那第二個就是 只要對手是燒傷 燒傷的時候 我們的第一個火焰劍可以造成燒傷 第二個噴射火焰可以造成燒傷 第三個大招開起來的時候 普通攻擊都可以造成燒傷 只要對手處於燒傷 你在打他的時候會有額外的傷害 而這個額外的傷害是吃大概30%幾%的攻擊力 所以你的攻擊力越高的話 你到時候打出額外傷害也會越高 那麼再來第四點 第三點 火焰劍色跟噴射火焰 因為我這場大概是噴射火焰 所以我們一起講 火焰劍色就是我們前面的小技能 火焰劍色在打到對手的時候 會造成燒傷4秒鐘 而且會降低對方的攻擊力5% 所以其實小火龍在前期打架的時候 只要對手有燒傷 你就直接衝上去跟對方打 沒問題的 大丈夫 那我們現在已經領先對手先進化 那如果要打架的話 是肯定可以打的 我這邊衝到草叢裡 吃掉他們的那隻長尾怪猴 那這邊可以看他們有星級想要抓我們的 超尾怪猴 我這邊就直接黏住後面的忍蛙 他兩位技能都繳掉了 那刮刮砲蛙直接刮刮墜地 那皮卡丘成功的再抓到了 解尼龜 解尼解尼 直接去死喝綠茶解尼 好 那這邊因為我有帶 這是啞鈴 所以有必須瘋狂的疊 那最後一個要注意的是呢 我們的大招在開啟的時候呢 是可以打炸下來的瞬間 地球上頭炸下來的瞬間 是可以打出額外的最大生命值8%傷害 那並且呢 所有傷害的80% 都會換作成自己的血量 就是吸血吸80%的概念啦 那在13等的時候 噴火龍本身就也會有15%的吸血能力 所以在13等之後你開大招呢 基本上只要傷害疊起來 你可以看我還帶力量強化 傷害打起來 那麼你在天上飛呢 基本上是不會扣血的 一打二一打三都沒問題啦 那上路由於呱呱砲挖呢 還是不進化 堅持不進化 我也沒辦法 待不變時吧 所以我就一而再再而三的收掉他 那可以看我在這裡 基本上疊好疊滿 而且呢 暴絲龜重生啦 那我這邊打一個自私流打法啦 因為我只要把上塔推掉 然後秘封吃掉 基本上應該可以進化 你看這邊已經進化了 那下路隊有沒有吃到暴絲龜呢 老實講對我來說根本沒差 根本沒差 沒差 你們愛怎麼玩就怎麼玩 那我在上路自己挖沙 自己玩火 那這邊的暴絲龜還沒掉 但是呢我想說算了 直接把洛托姆推掉好了 因為洛托姆呢 可以撞到二塔其實就很賺 因為如果只是單純的洛托姆撞一塔 那其實沒那麼賺 那這邊有發現呢 對方野怪不見了 就表示 誒誒 這邊的一個瓜頭炮蛙直接燒死 那剛好呢 洛托姆撞進來 我趕快呢 到對方野區 去吃他們的差不多娃娃 因為你要知道 只要外塔掉 就會有差不多娃娃跑出來 而這些差不多娃娃的經驗呢 其實算是蠻多的 所以呢 我只要 這個能夠 比如像這個時候 你沒去參加暴絲龜的第一波會戰 你千萬不要 傻傻的就在上路呆著 你要嘛 就是想辦法推對方二塔 要嘛就是要反對方野區 不然的話你的隊友真的會被你氣死 那我這邊呢 想說 誒我現在有大招了 我就走過來 誒 這邊瞄了一下 吉利蛋 你沒有神秘守護吧 直接抓起來 那收掉了這個卡蜜貴之後 這個吉利蛋基本上也走不掉 那對方還有兩隻差不多娃娃在這裡 那當然呢 我是貪心的 這個差不多娃娃也給他拿起來 有沒有看到 我專打這個差不多娃娃 差不多娃娃收割者 那這邊呢 對方的妙娃一定是開過大招了 所以呢 這邊我們就直接黏上來打 我們的這個血量狀態都還算是蠻健康的 皮卡丘大招直接砸起來 而對方也沒什麼大招 來一隻死一隻 來一隊死一隊 對方要是派出18同仁 全部都倒在他們家塔前面 那可以看這邊的妙娃花 唯一的防守神器也死掉了 那我們就成功的 直接把他們下塔給推爆 那我這邊是投到了30顆球 還不錯 現在的等級呢 已經來到了12等 來到了11等 那這邊由於剛剛上面呢 我是先吃洛托姆 所以這邊我又再把洛托姆吃掉 那下入暴死龜還有20幾秒 那這一波我是有大招的 可是我看到對方有水劍龜 我知道水劍龜應該有大 水劍龜的大招來守塔是很強的 所以這一波我先看情況 不要強壓 看能不能騙出對方的大招 知道騙出來我就心滿意主要離開 結果皮卡就直接開大 對方水劍龜加忍蛙也開大 我直接見死不救 啊 逃跑不要演 跑掉才是重點 我是不會回頭去救我隊友的 不會假裝不會假裝 我寧願到旁邊吃這些 不棄眼的小龍蝦 也不要待在那邊 那我剛剛的想法就是 就只是要逼他們大招而已 因為 我覺得逼掉之後呢 對方等一下要打暴死龜就不好打 你看現在呢 我不急不徐的緩緩的 悠哉悠哉的走下去 這邊遇到人蛙 他剛剛開過大招 那旁邊還有一個水劍龜 哇 雙水劍是吧 想要弄我啊 我直接大招開起來 有沒有看到我在天上的時候 這個血量一直掉 但是我一直吸 一直吸 一直吸 狂吸猛吸 有沒有 這個我剛剛開大的時候 我血量是低於一半的 所以呢 我的暴擊率啊 是直接來到50% 再加上呢 我啞鈴疊滿 那個燒傷啊 打下去啊 一打二啊 就算是啊 克我的水劍啊 也照樣 給他瘋癢 沒有了 這個遊戲呢 是沒有相剋的 那 我這邊呢 發現外塔呢 沒有果實 那外塔也沒辦法讓我回血 所以我就直接趕快回家 然後呢 再回來打這個暴石龜 那剛剛我在開大的時候 我已經看了時間 時間呢 是3分半 那個時候開大是 可以的 最後一個開大時間 沒問題 那這邊順利的拿掉了暴石龜 這邊我也不打架了 因為我要必須去農野怪 你可以看 現在時間剩下50秒 那我這個是絕對不會出去打的 上塔呢 我也期望啊 對手呢 能夠把他推掉 你看 我連顧都不想顧啊 不是來不及 是真的覺得 你就把他推掉 這樣呢 我們的差不多娃娃才會跑出來 可是這個人蛙太讓我失望了 居然上塔沒有幫我推掉 你可以看 我們兩座外塔都沒掉 所以現在相當尷尬 現在又要打一個自私流 就是呢 如果隊友現在呢 沒大招的話 我也不管啦 因為我要把我的野群呢 直接都 直接都清光啊 直接吃完 雖然我不是打野 但是呢 我們必須這樣做 你可以看 我只有4隻野怪可以吃啊 吃完之後沒東西吃啊 要到中央野區這邊來搶 野怪 那少物的話呢 發現洛托姆還可以打 那洛托姆也算是野怪之養 所以呢 我就走過來 結果洛托姆就掉了 那麼這一波呢 對方呢 會不會去捨上塔呢 我看 你可以看 我在這裡呢 我就在這裡看一下 有沒有人去守 如果沒人守就過去弄他 那這邊是一個忍蛙 忍蛙呢 跟我有點像世仇啊 我看到他用衝浪 我這邊先挑釁他一下 那其實我這邊是有個想法 就是我假裝在上面露頭 有沒有看到 我馬上跳回來 因為對方就急著開大碼 這邊我成功躲掉水箭龜的大刀 沒打到我 那我要瞄一下這個喵花花 沒想到他已經給神秘守護了 不過沒關係 最後這個閃電鳥呢 是我們在這個 冰框馬亂之下拿掉 那這個吉利蛋呢 也直接死去 現場表演趨勢 好那這一波 這個閃電鳥會戰呢 因為我們基本上就是一個 5打4啦 你可以看 對方的忍蛙 不知道為什麼 硬要再上路守那個洛托姆 那他只要一守呢 他們的隊友就會馬上 陷入這個苦戰 我覺得這個忍蛙整場 都有點鳥鳥的 不得不說啊 在前面呢 一直成為我的經驗大禮包啊 然後呢 在這個野區被我遇到 直接被我擊殺好幾次 然後這邊呢 不能讓阿博說我跑掉 成功收掉之後 我們再回過頭來呢 找這個面蛙花花單挑啊 火系打草系啊 來吧 江玲叔叔來PK吧 那我身上是有力量強化的 那說好的男人之間的一打一單挑 結果這個忍蛙不講武德啊 他真的很想殺我一次 好啦好啦 算了算了 就給他吧 讓他的心願已了啦 好啦 那麼今天這一部呢 這個噴火龍啊 帶雅玲走線的一個實戰解說呢 就 嗯 好就這樣 到此結束了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記得訂閱一下我的YouTube頻道 還想看玩什麼角色 有什麼特殊玩法 可以在底下留言分享 那 差不多 小朋友 再次回應